是主播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国际交易是用美金来支付 美金就像英语一样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语 但是最近国际间出现了一波去美元化的行动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带您进一步来了解 其实去美元中心的这个说法 过去就曾经出现了 但是俄国入侵乌克兰受到制裁 可以说是一个引爆点 怎么说呢 因为俄国的金融网被切断 外汇账户也被冻结 俄国说那好没有关系 我不用美金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和我买石油天然气 可以请你用卢布或是人民币来支付 而这后续也引发了一连串的国家跟进 一系列的国家跟进 试图来改变美元毒霸的这个现况 26号阿根廷就宣布 要用人民币来支付中国进口商品 还有印尼以及韩国 他们就有推动要用各自国家的货币来交易 而11号中国还有巴西也完成了第一笔跨境的人民币结算 再来印度和马来西亚也同意 我们现在交易可以用印度的卢比来支付了 再来28号试图摆脱这个美国影响的法国 也和中国完成了第一笔用人民币结算的液态天然气交易 另外我们知道俄国受到西方的制裁 因此中俄跨境的贸易是大幅的增长 今年2月俄国外汇交易额 人民币首度超车了美元 再来另一方面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斜石锅 他们也在讨论去美元化远离美元 还有印度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也在讨论要用卢比来结算非石油贸易 同时间沙烏地阿拉伯对于用非美元来结算石油贸易 也是抱持了开放的态度 从这一连串近期的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金砖国家还有东斜国家 他们是支持用本币交易的 而金砖国家就包括了俄罗斯中国还有巴西等等 他们试图在美国之外建立一套新的金融体系 像是巴西的总统鲁拉就是在访问中国的时候 就表达了他的不满他的质疑 他说我每天晚上都在想 为什么所有的跨国贸易要用美元来计价呢 而对于国际间一连串去美元化的行动 美国国内也有警告的声音 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就指出 美国的经济制裁就像一把双面刃 长期下去可能会伤害美元的霸权地位 如今美中争霸浮上台面 因此有人会问 那么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挑战美元呢 我们透过图表来看一下 的确近年跨境人民币收复额是上升的 但是人民币想要挑战美元霸权 恐怕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怎么说呢 我们透过另外一张图表来了解 去年第四季的官方外汇存抵货币排行呢 美元还是在第一名 占比大约是59% 虽然掉到了20多年来的最低点 但是还是把第二名的欧元 大约是21%甩在后面 而人民币排在第五 不过占比呢还不到3%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 美元的霸权地位确实是松动了没有错 但是人民币要挑战美元的地位呢 恐怕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哦 1944年在美国签订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呢 建立了二战之后 全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时候呢美元和黄金是挂钩的 不过呢几经转变哦 如今大宗商品像是黄金还有石油的地位 远超于货币 也给了人民币崛起的机会 因此有些专家就在说 会不会我们即将进入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时代呢 不过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呢 但是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 其实是有几个条件的 首先要愿意维持巨额的金长账赤字 再来呢其实国际的资产还有期货市场 长期以来是以美元为核心在发展的 因此这个基础是广而且深的 再来就是各国的政府 美债购买率也是相当高哦 另外就市场的健全度 以及金融的自由程度而言呢 中国也是远不及美国的 因此有多位专家都同意 如果说人民币要取代美元短期内谈何容易 但是中国会不会借机一步步要求贸易对象国 用人民币来支付呢 这一点恐怕还很难说 以上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